香港法轮功学员日前到立法会申诉部 正式投诉香港施环署非法干扰讲真相的活动 多议员批评港府此举是配合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示威请愿权利 一直关注事件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 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认为 很明显施环署要借口清官会的过火行为 以并清除法轮功学员在香港讲真相的活动 他强调民间团体进行正常的请愿活动 当局无权干预 是一个扎背或者示威的权利来的 只要他有人看着活动的部分他就不应该拆 陈伟业议员也表示关注事件 他批评使环署的做法涉嫌滥权 一般的请愿或者示威 或者在街头做一些政治的展览 食环署就不应该充功的 如果最近连续多个地区 包括在罗马州 包括在这个的新界西 包括在一些地铁站附近 就是在完全没有贴这个指示 即刻去到的地方 即刻充功一些展示牌的话 我觉得是有濫权的情况 新唐人记者林秀宇在香港报导 订阅 简单 恋